注意了 你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对吗 因此 无论你是在工作的面试 或是认识新朋友 你只有一次机会 可以向他们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 你该怎么让人们马上喜欢上你 别担心 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 可以帮助你 随时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不过 在探索这些无价的秘密之前 我们不会向你收费 别忘了先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关注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量生活频道 1.控制你说话的方式 你说话的方式 非常关键地决定了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颤抖的声音和过于平静的语调不太加分 你能做的应该是 要把话说清楚 让你的语调声音听起来坚定平稳 不要太大声 因为这无法表达强势 反而显得烦人 别忘了说话要有礼貌 礼语和平凡的脏话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 诸如 嗯 你知道 我像是 之类的填充词 也可能让人感觉不太有素养 如果你需要时间思考 最好暂停 好好思索 然后再给出适当的答案 如果你遵循所有这些简单的说话规则 你就能够顺利地加入他人的谈话 并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二 善用肢体语言 乍看之下 肢体语言好像跟第一印象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 人们会在潜意识中 理解对方身体发出的所有讯息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你不喜欢一个人 即便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你的潜意识会给你这种直觉 感觉他们是麻烦人物 这里最重要的建议是 正确的姿势和强而有力的握手 这将透露出你的自信和决心 尽量避免封闭性的身体姿势 不要交叉双臂或双腿 不要双手握拳 也不要弯腰驼背的坐着 相反的 要在谈话中略为倾向对方 以表示出你感兴趣 但不用过度 毕竟侵犯他人的私人空间 肯定不会给你加分 只要你举止有理 并透露出一些肢体语言的线索 你一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法 与某些人产生情谊 即使我们花了几个小时 与他们在一起 但却能在几分钟内 与另一些人一拍即合 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 这一切都与彼此有没有共同点 及类似的兴趣有关 康乃尔大学心理学教授 维维安扎雅斯 Vivian Zayas表示 我们通常会喜欢 与我们至少有点相似的人 因此 如果你想与某人建立好关系 你必须找到 令你们双方都兴奋的东西 但这里的关键在于 慢慢来 从轻松的谈话开始 找到彼此的共通点后 顺其自然地将话题导向内建事物 透过这种方式 你再也不用担心没话聊了 4.穿着打扮合宜 我们都知道 衣服外在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然而在创造第一印象时 它们仍然非常重要 加纳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我们通常会根据 我们所获得的视觉线索 在一场会面中 对他人产生印象 而服装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这里的主要建议是 要穿着得体 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 穿上让你感觉真实自信的衣服 好好表现自己吧 5.对待他人像朋友一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外向 能够跟才刚刚认识的人自在地交谈 每当身边有新认识的人出现时 有些人都会变得害羞 这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如果你想给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试着想象你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寻常 而且肯定需要练习 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可以毫不费力地留下绝佳的好印象 同时不失去自我 因此不要保持距离 把新认识的人当作老朋友般款带 去吧 6.保持目光接触 在人际沟通时 目光接触是最有效的传递方法之一 来自拉德堡德·拉巴奥特大学 和罗格斯·拉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伴随着头部或手部等随意动作的目光接触 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 并留下深刻印象 许多心理学家都支持这个主张 并表示保持目光接触 可以显示出你的自信和独立 基本上 当你不害怕与某人进行目光接触时 他们下意识地认为 你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格特质的领导者 当然咯 像这样的好印象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7.不要当低头足 在人人沉迷社群网络的现今社会 看到餐厅里两个同桌朋友没有交谈 各自低头滑手机是很常见的 但是当你试图给人留下好印象时 千万不要这么做 如果你想展现自己的人格特质 及迷人个性 你应该积极参与对话 不要犯这个常见的错误 相反的 好好享受当下眼前所结识的新朋友吧 8.不要害怕显露出你的缺点 我们都爱真实不做作的人 不怕搞笑 可能有点荒谬 并且说实话的人 这是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重要秘诀之一 不要试图做到完美 做你自己 这种心理规则也适用于你的外表 在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自己外表的某些细节 感到很没安全感 例如粉刺 油 胎记 或眼睛下面的黑眼圈 事实是 这些特征都会使你变得独一无二 让人们记住你 毕竟 相似的面孔 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 对吧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你应该停止保养 并努力追求完美的外表 只是不要试图隐藏你的真实面孔 或使它看起来与实际状况完全不同 毕竟正是你的小缺陷才显得你与众不同 所以 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吧 9 最重要的一个 倾听 一个真正愿意倾听 不会打断他人谈话 更不会频频插嘴的人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倾听者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此 下次当你遇到想要留下美好印象的对象时 请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 问他们问题并仔细倾听 当然 这并不表示 你需要避免表达自己的意见 只要确保 对他们的个性和故事表现出兴趣 相信我 他们肯定不会忘记你 并且在与你互动之后 他们会对你留下许多正面的回忆 戴尔卡内基 Dale Carnegie曾说 比起花两年 想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 还不如花两个月 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 这会让你结交更多朋友 这句话真是太中肯了 10.微笑 微笑永远不会出错 它可以舒缓情绪 减轻人们初次相遇时的紧张情绪 这些不仅仅是陈枪烂调 专家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市场研究公司Kelton Global 为美国化妆品牙科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采访了1018名男性和女性 研究结果证明 大多数人认为 微笑是与人会面时最难忘的特征 所以 友善和灿烂的笑容 绝对会为你奠定深刻印象 11.保持积极的态度 与那些悲观 愤世嫉俗的人交谈 并不令人开心 还会感到心神浩弱 之后也不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在你回答之前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人 乐观积极的人 总能引起别人注意 永远不会被忽视 此外 与知足常乐的人交谈 是非常有趣和鼓舞人心的 对吧 所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新目标 每一天都试着让一个人微笑 这会让你对自己的感觉更好 而且肯定会让别人爱上你 想留下完美的第一印象 你还有其他的好建议吗 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帮这支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订阅并关注 一起加入我们的亮生活频道吧